第一张电脑断层的剂量 大概等于你照一百多张胸部X光的剂量 意思就等于三天要去医院照一张胸部X光 要照一整年 你敢去吗 这样做的结果 只是保证大家都做几次之后 终于会得到癌症 按照英国医学期刊所做的回顾 他发现现今的治疗跟检查里面 只有13%是确定有效的 40%是确定无效的 那其他是介于中间 就是还不确定有效 没效还需要进一步的评估的 从这个数据 大家就可以知道说 你以为去医院做的什么事情都有意义 都可以保护你的生命 都可以降低你的风险 延长你的寿命 那你是在幻想 很多健康筛检跟治疗是没有意义的 原因是因为大家不了解 即使简单的筛检 也会有一定的风险 即使简单的药物 其实它有一定的比例会产生副作用 盲目的信任筛检 绝对不可能降低癌症的发生率 因为筛检会检查更多的癌症 以乳癌筛检为例 台湾的乳癌筛检 5年之内筛检率增加了10倍 结果乳癌的死亡率继续增加 国外也发现 像乳癌的最简单的筛检 都不能降低乳癌的死亡率 即使现在有所谓的低剂量电脑断层 低剂量电脑断层 那个剂量其实一点都不低 这是一个误导师的名词 低剂量电脑断层的剂量 大概等于你照100多张胸部X光的剂量 意思就等于你三天要去医院 照一张胸部X光 你敢去吗 要再一整年 你当然不敢去嘛 可是我叫你自费拿8000块来做 你就很高兴 更不要讲 国外没有人敢做的像正直摄影 辐射线高到接近核子弹爆炸现场的剂量 台湾人拿来筛检癌症 因为台湾癌症很多 所以人就很害怕癌症 所以就想要筛检癌症 那就用正直摄影去筛检 正直摄影做的时候 因为它本身只是模糊的 知道台湾电脑有亮点 所以它还需要搭配全身电脑断层 这样做下来的结果 剂量是多少 25毫西佛 25毫西佛等于什么 等于每一个人每一年上线剂量 2毫西佛的12.5倍 那我这样讲 你还是觉得没概念 我们这样讲 25毫西佛这个剂量 等于你今天站在散岛市 看到距离散岛市 一个捷运站之远的台北火车站 被丢了一个广岛级的原子弹 炸开来 那个核子弹的迅状云 伸上来 然后你被罩了一下 这个就是25毫西佛 这样做的结果 只是保证 大家多做几次之后 终于会得到癌症而已 不是被你发现 是被你罩出来的 涂色腺的致癌性 没有人敢否认吧 25毫西佛的剂量 基本上都超过大部分 在福岛核灾小朋友承受的剂量 所以任何治疗检查 要做之前 大家都应该去查查看 它有没有实证医学的证据 像感冒药 不管化碳流鼻水 或者是止咳的 止鼻塞的 跟安慰剂比起来 跟淀粉比起来都没有差别 所以大家对于自己的身体 要珍惜 医疗不是做越多越好 检查不是做越多 就可以救你的命 检查附带的 违洋性的问题 带来了治疗上的伤害跟风险 大家要去考虑 做了半天你可能钱花了 还伤害了身体 任何的医疗决定 都应该要想办法 要取得这个所谓的第二意见 这样子你才能周延的了解自己的疾病 然后看看对这个疾病 要采取什么样的方法 对你是最有利的 而不是采取一个方法 对医院收钱收最多的 也不是采取一个方法 只是医生熟悉这个方法 可是并不是对你最佳的策略 所以建议大家要明智的选择医疗检查跟治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